在台北這麼久 你每次假期一到就想說跑出去玩 我們現在的生活可以這麼多財多資這麼自由 其實都是因為曾經有很多重要事件發生 才讓我們擁有這一切 這一條路是台北市第一條紀念講位所的路 走到這個現場 其實我覺得感受一下這種 我們現在能夠有這樣子很溫和的很日常的生活 其實它背後都可能蕴含著一些很重要的故事 這個我們都可以發現其實台北一直在改變 台北一直在透過了很多每一個空間每一個環境 不斷地告訴我們說它是一個更打開的 它是一個開放的 它更接受新的可能 然後更多新的價值在這裡在碰撞 發現說原來這裡還有一些 可以來這邊找到一個新的地點是可以探索的 其實很多環境很多地方 常常經過然後常常看過 但不一定有認真的想那個地方它可能有一些故事在 這種文化的觀光彩點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會知道說台北的生活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 這些我認為都是 就是值得我們再去一次去觀看 充滿了戲劇張力 那生活就是這樣嘛 你希望在我們既定的畫面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一些那些想像的空間是真實的存在 然後真實的去體驗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很棒的經驗 不只是見證不只是重訪 而是你去思考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東西 它的價值為何